在超市的试吃摊位 如果是水饺之类的猪肉制品 当然得劝手 都会搬一个平底锅在那间 但火腿知识起司这类的 通常都是直接切丁切片 试吃直接给你冷盘 不用怀疑 火腿就是猪肉做的 猪肉又是出了名的不能生吃 你别说把肺自助罢 也有很多火腿冷盘 人家说不定是弄熟后再给它放凉 可试吃摊位却是直接拆封直接装盘 之前貌似有人在讨论 人类到底能不能吃生肉 像是有人就举了极圈的因有特认 传统饮食就是生食海豹 熊肉鲸鱼肉 因此认为人类是可以吃生肉的 还有胃酸 肠道肠肚等等 这次就从另一个观点来讲 人类其实是不太能吃生肉的 看完你就知道了 火腿到底是生的还是熟的 火腿其实可以分为熟火腿和生火腿 一般的三明治火腿 圆柱状的火腿 严格来说叫做火腿肠 通常都是熟的 它们的成分是肉泥和淀粉 没有肌肉纹理 属于虫组肉 依规定需要全熟 除了腌制烟熏外 都已经加热过 法兰克湖常在制作过程 也会经过水煮 一般人通常都还是会把它们再煎一次 但其实打开包装 它们就已经是熟的了 另一种整只腿摆出来的就是生的 例如精华火腿 伊比利亚火腿等 它们不是虫组肉 而是原肉 具有肌肉纹理 生火腿制作过程不经过加热 仅有腌渍和风干 所以真的是生肉 另外这种意大利的沙热美肠 虽然也有包上肠衣 感觉就像火腿肠 但它的制作过程仍然只有腌渍 发酵风干 没有经过加热 如果是意大利肉肠口味的披萨 挖开起司里面就有沙热美肠 当然都是已经烤熟的了 沙热美肠跟精华火腿一样是生的 但我印象中百货超市的试吃摊位 通常也只会切肉泥做的火腿肠 那种生猪肉的真正火腿 风干架上发酵可能需要长达8个月 成本比淀粉肠高是不会给你白嫖的 那么人类到底能不能吃生肉 这个问题其实问得不太好 三分熟牛排刺身寿司都是生肉了 欧洲人生吃生火腿更是直接生吃猪肉 你想问的应该是人类吃生肉会不会出事 有人用肠子长度来解释人是草食动物还是肉食 素食主义者就特别喜欢用人的消化道很长 来说明人类不适合吃生肉应该吃素 肉类容易腐败 肉食动物肠子短快速排除 人类肠子那么长 肉烂在肠子里会有毒素杀 可人类只有堪比食腐动物的超强胃酸 你就说人类该吃肉该吃素还是该食腐 且说到肠子长度 小肠的数据 从3米到10米 2米到6米 光这长度可以差3倍 单衣物中直接把肉食杂实全包了 简单来说 活人身上的小肠大约2到3米 凉凉糖板斑的大约6到10米 怎么这生前是肉食凉了肠子马上变肠 是怕业障众审判不过秒变草食吧 那还得看这数据是怎么来的 我们都知道肠子有分解运动和蠕动 这是靠肠子的肌肉还肌和重肌 小肠直径2到3厘米 环肌收缩会缩小内进 而蠕动推重食团前进需要依靠重肌收缩 局部缩短长度 人类凉凉之后重肌没了张力放松了肠子就变长 所以知道为何活着两三米 凉了七八米吧 数据上比较长的那一群大宗是尸检来的 你看看光是一个长度就可以把你扒来扒去的 到底能不能吃生肉 显然不是长度和胃酸就能解释的 就当今人类的地球球主地位 能不能吃生肉 好像是跟打不打得过食物有关 就凭着战斗力穿越回侏罗纪 也能让龙族太军感受到什么叫做淡得一泻安情 岂是四尽而恐怖直立员又止 以人类的消化道和代谢能力 从三分熟牛排刺身辣椒中药菜 到足以放倒猫猫狗狗的咖啡巧克力 原来宠物咖啡厅打工的他们都是高维职业 似乎能不能吃生肉全看想不想 但真正决定我们能否吃生肉的一大原因 还得看大自然的另一位和你角色 寄生虫 没错 在寄生虫太军的眼里 我们不是肉食动物 这就是标准答案 即便有更强的胃酸 我们和真正的猫科犬科就是有差 从武德来看 会觉得人类才是食物链的顶点 但在寄生虫的眼里 我们其实是大猫大狗的食物 从分籍信号移至生态位 我们其实还是食物的货色 我们不配和大猫大狗在同一个位置上肯生肉 大猫和犬科可以生吃草食动物 生吃猪肉 换做我们 风险就非常大 为了避免逻辑混乱产生误解 尾盘会再给大家梳理一次 之前这则报道 跑去吃生吃猪肉的人 其中一人今年可能已经5岁了 这个案例是著名的猪肉寄生虫之一的玄毛虫 并不知说 肉食动物生吃猪肉不会感染 起码他们没症状 还有像是熊之类的食肉木 虽然是杂食 但只要有食肉习惯 身上多少都会带点玄毛虫 而且冷冻风干腌制 无法清除玄毛虫的幼虫 有没有让你想到前面的火腿 我没有要黑火腿哦 但按照资料 腌制 发酵 风干 确实无法处理玄毛虫 像是这则发生在加拿大的生食熊肉 引发的玄毛虫感染 这就是为何 鹰村在徒手KO熊之后 熊要被做成火锅 如果直接刺身 那养殖的猪汁是否会有玄毛虫 玄毛虫的幼虫会形成包囊潜伏于肌肉中 只要你是会吃生肉的 像是熊野猪老鼠都有机会中甲 在消化道成熟后产出幼虫 幼虫钻出消化道 随着血流进入肌肉 再次变成囊包 潜伏没完没了 那只要养殖的猪不吃酥水 不吃生肉 是不是就不会中甲了 猪是杂食性 猪射中 如果出现了身上有玄毛虫的老鼠 猪把老鼠吃了 不就中甲了 这就是为何猪肉不能生吃的原因之一 啊这不对呀 在玄毛虫眼里 我们顶多就跟猪 熊 老鼠一样 都是杂食动物 可刚刚不是说 我们在寄生虫眼里 我们的生态味 实际上 和猫猫狗狗的食物一样吗 别急 我只是借由玄毛虫说明 生猪肉的感染风险 这就给你讲个韬虫界的火焰王 多包韬虫 Ikikinococcus Modelacularis 这家伙比大家听过的猪肉韬虫厉害得多 虽然它的成虫很小 只有几公分 不像某些韬虫可以长到10米 但它真正厉害的是幼虫 草食动物 砸食动物吃草 草上面有爸爸 爸爸里有虫卵 吃下后孵出幼虫 在猎物身体里做药 肉食动物 如狼 狐狸吃下猎物 幼虫在消化岛里长成成虫 产卵 反而没事症状 肉食动物再把爸爸 排到草地上等下一个猎物中角 但人类是在哪个位置 答 人类是在中间宿主 在多包韬虫眼中 我们就是看鹿 兔子 老鼠是一样的地位 都是狼 狗 狐狸的猎物 多包韬虫 不会在我们的消化岛长成虫 反倒是会把我们像鹿 老鼠 兔子一样 搞得生不如死 况是描述症状就让人性质狂掉 虫卵在消化岛孵化后 幼虫会钻出长道 跑到组织如肝脏 长成一个大水球 水球里有很多韬虫的头截 头截可能跟芝麻一样小 但它水球可以跟柚子一样大 水球还可以像书牙般 生出更多水球 每个水球里面又有更多头截 这些头截被狼狐狐狸吃下后 会在他们肚里发育成成虫 反倒不会对他们有什么大伤害 之前就有新闻 以为妇人家里两个一只薄梅 结果妇人中奖 首处取出那些水球 其以为博美吃的狗食是生肉那种的 又是进口自多包掏虫盛情军 博美吃下狗食后 自身倒是没什么症状 但拉出了爸爸还有虫卵 人类没洗手就中奖了 表面上人类是博美的主人 戴在多包掏虫眼中 人类跟博美的关系似乎没那么单纯 它只把人类当成中间宿主 完成繁殖最终还是得直奔博美 人类甚至没资格跟博美上同一桌啊 如果你要为野狼狐狸都在草地上直接开袭 那会不会也吃到自己在爸爸里的虫卵呢 可人家就是会没事 换住是人类就是会有事 不像被熏化的狗狗可以吃淀粉 野生大猫大狗般猎狗 几乎只能吃生肉 如果他们吃生肉会出事早就灭绝了 反观人类是杂食 吃肉也可全熟 演化压力不会像肉食动物那般 正是因为在自然界中 就是有一帮比细菌还要厉害的火炎王 即便以恐怖殖利源自居也没用 胃酸再强也没用 生态位就是如此 至于刺身为何没事 鱼类的掏虫是另一个家族 鱼肉中的是猎头幼虫切断 肉眼可见没有就是没有 如果发现我们是恐怖殖利源嘛 有握力嘛 抓出来捏爆 如果真的发现就别吃啦 去举报那家店啦 其实精华火腿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恐怖 即便那只腿是生的 也因为盐分很高 不适合生吃 上次做烧麦时 就会有人用精华火腿 精华火腿也是佛跳墙的原料 这些都是熟食 最后总结 直接生吃猪肉的风险是 玄毛虫 猪肉掏虫 肉包子虫 玄毛虫幼虫冷冻 腌制 风干 无法清除 猪肉掏虫的幼虫 肉眼可见 肉包子虫 肉眼不可见 日本马肉刺身 虽然会零下20度 冷冻48小时 还是有风险 生吃猪肉是不会感染胡鹰王 多包掏虫 多包掏虫 是借由肉食动物把巴里的虫染感染 据多包掏虫 为历史想说明 我们跟真正的肉食动物 就不在一个赛道上